被列为国家无形文化资产的云林北港朝天宫 妈祖出巡绕境活动 25号起连续三天举行 而其中被称为台湾三大炮之一 北港离炮与炸虎爷 炮火冲天场面震撼 不过之后的环境整理 清洁队总动员 结果清出了将近百顿的炮蟹山 清洁队人员将炮蟹扫成堆 再用山猫机送上清洁车 要将这些炮蟹集中处理 一年一度云林北港朝天宫妈祖出巡 一连巨行三天 其中有名的北港离炮和炸虎爷轰炸之后 让整个路面四处都是边炮蟹 清洁队人员表示 为了不让这些炮蟹集燃 需要有队员轮掰洒水 北港镇公所就说 马祖绕境放边炮的习俗难以禁止 去年绕境之后 清出一座两百顿的垃圾山 虽然今年加强宣导之后 有明显减量 但还是炸上百顿的炮蟹 因为今年 透过很多官党来在宣导 请我们的热心的信众 尽量能够以掌声来代替边炮声 所以说今年的炮量 明显我们有更严重的技术 北港镇长张胜志表示 以往民众相信边炮越放越多 做生意赚越多钱 三天下来 燃放边炮超过三千万元 但近来空污严重 PM2.5更危害健康 边炮减量降低空污 实在有必要性 未来不排除规划炸轿专区 一方面方便游客观赏 一方面来做到减量 记者王威雄 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